你有没有注意到 牛仔裤都有个小口袋 不管男裤还是女裤都有 并且都是在右边 你是不是以为方便放硬币 或者打火机所设计的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牛仔裤的起源还要追溯到 19世纪的美国 正值淘金热潮的时代 每个人都想着一夜暴富 别人都在挖金子 牛仔裤发明人李维斯 却卖起了服装 正因为淘金者 每天和石头沙子打交道 衣服非常容易破损 牛仔裤的布料 就非常适合作为工装 于是世界上的牛仔裤就诞生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手表 作为淘金者 最为贵重的东西就是怀表了 把怀表装在小口袋里 很好地避免了磨损 这就是小口袋的由来 不仅如此 牛仔裤上的柳钉也不容小觑 挖矿的工人使用口袋的频率高 总是抱怨口袋不耐用烂掉 于是设计师在两侧加两个柳钉 这样就很结实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牛仔裤作为矿工的工装 如今却变成了永不退潮的时尚单品 小口袋也被经典地传承了下来 不过怀表的时代已成历史 那么大家都用小口袋装过些什么呢